一百三十七级 哼 这豁色不赖呀 为首的男人甜甜嘴唇 眼露荧光 伸手就想往木下脸上摸 小姑娘长得漂亮 那皮肤嫩的能掐出水啊 龙哥 龙哥 他跟我们家没有关系的 曾小妹拉着轮椅向后 让龙哥摸了一个空 龙哥反手就是一巴掌 去你妈的 老子摸一下能烧块肉 曾小妹捂着脸 被打了一个猎戒 床上的老太太捂着脸哭 你们打死我老太婆算了 别打小妹啊 我们是真没钱 没钱 没钱就用命抵 我抵 龙哥 我老太婆抵 你们把我的命拿走 你一个老不死的 谁他妈稀罕 让你家小妹出来卖 卖个几年还上钱了 放她自由 老太太一颤 一口气几乎要上不来 磕得撕心裂肺 曾小妹也是不住地摇头 脸都下白了 高利贷 利滚利 哪有一个还清的时候啊 如果跳进那个火坑 她这辈子都完了呀 曾小妹扑通一声跪下 西行到她的身前 龙哥 我求你了 你帮我跟大桃哥求求情吧 龙哥扯着她的头发 洋气点拍了两下 求情不是不行 你先跟龙哥我好好说说 这个妞是怎么回事啊 她 她是植物人 龙哥 你碰她是要回一起的 植物人 龙哥和其他四个小混混对视 哈哈大笑道 嘿嘿嘿 他妈的 这个新鲜 老子这辈子还没上过植物人 不要啊 龙哥 曾小妹抱着龙哥的腿求着 被一脚踹在身上 疼得爬不起来 她早该把人送走的 不该连累得无辜的人呢 曾小妹是一点的绝望 眼睁睁地看着龙哥伸手 又往幕下的身上摸去 却突然间少女一下子 睁开了眼睛 龙哥被吓得一跳 这一瞬间只觉得自己 坠入了冰窟 猛地往后退了一步 你他妈耍我 不是说是植物人吗 她回过神来 顿时觉得没了面子 一脚又要踹向曾小妹 却听见了少女一声轻笑 哼 你再动她一下 动哪儿 废你哪里 龙哥踹出的脚 就那么僵住了 他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不敢再往下踹了 你 你是什么人 先说这妞儿太诡异了 带我去见你们大涛哥 你要见大涛哥 龙哥一阵好笑 大涛哥是什么人呢 整个大雨山都是他的地盘 甚至在全阅岛 大涛哥都是说得上话的 就说去年和圣堂选新作馆 一共二十位元老投票 大涛哥就是其中之一 别说他了 就算龙哥他自己 一年也见不了大涛哥几次 龙哥刚要吃笑 突然看见木下的眼睛 呆呆地愣得一下 电头说道 好的小姐 我带你去 龙哥 费什么话 还不赶紧带这位小姐 去见大涛哥 龙哥二话不说 推着木下就往外走 棚屋里的曾小妹和老太太 早在木下睁开眼睛时 就愣住了 她不是植物人吗 不但醒了 还要去见大涛哥 你 曾小妹在后面喊道 张的口一时间又不知该说什么 少女醒过来的气度 让她有些害怕 木下从轮椅上回头 朝她一笑 多谢你帮了我 晚些时候 我会再来一趟 曾小妹乐乐地点头 等人走了 她到奶奶身前 奶奶 她会不会有危险 大涛哥 老太太摸着她红肿的脸说 我们 可能是遇见贵人了 大雨山的腾龙会所 高档的大门外 一辆半心不救的车子停下 龙哥下了车 将后车厢中的轮椅 推到了车门前 木下扶着车座 一点点地挪下来 只是坐上轮椅这么一个动作 就让她额上犯了汗 她灵气依旧是不能用 只是掩掩可以调动起一丝 神识倒是没有妨碍的 走吧 龙哥立刻恭敬地推着她向前 身后的四个手下 一脸担忧地跟着 没有大涛哥传唤 他们根本就没有资格过来的 这龙哥到底是中了什么邪呀 会所门前 保安将人拦下来 什么人 我找大涛哥 就说阿龙求见就行 龙哥点头哈腰 又加了一句 很重要的事 保安皱眉看他一眼 用对讲机和里面联系 而同一时间 会所的三楼 古香古色的一个房间中 摆了两排太师椅 宛如民国的大宅一样 太师椅上各坐着一群人 其中下手第一位上的男人 三十六七岁 仪表堂堂 眉宇间很有些煞气 会所的经理 小心翼翼地福尔说道 涛哥 有个叫阿龙的小子求见 说有很重要的事 出去 陪涛皱眉低贺 目光一眨眨眨地望着他的身边 那是一个年轻的风水师 孟先生 您看 这法器 买得买不得 这个风水师 是他花了大价钱 请来给长眼的 风水大师 康先生的弟子 孟天宁 二十多岁 放下手中的玉佩 俊耀地点了点头 的确是法器 逢兄化疾 能挡住死疾 可以买 孟先生 您确定 裴涛急促地问道 眼中迸射出亮光 孟天宁不快地看他一眼 你是在质疑我的能力 裴涛立刻如被浇了一盆冷水 连说不敢 不敢 这康先生乃是越到风水界太陡 更是武道宗师 跟他们和圣堂死在内地的乾隆头坐滚 地位相等 这位孟天宁呢 是康先生最宠爱的弟子 据说天赋绝佳 绝不是他裴涛能相比的 孟先生莫怪 我是太激动了 行了 看也看过了 我能骗你们不成 坐在主位上的一个中年胖子 催促说道 这是我当年花了大价钱买下的 帮我挡了两次劫 你们如果不要 要的大有人在 说完 他一把拿起桌上的玉佩 就要拂袖而去 陪涛连忙上前拦着他 古老板 刘布 这玉佩我要了 五千万 我出五千万 大涛哥 这可是救命的宝贝 五千万 你就想拿下 太师以另外一边 一个烟柔的男人讽刺说道 我独献出八千万 九千万 一亿 一亿两千万 在座的除了 陪涛和独献 还有四五个月导的富商 都是身家数亿 甚至过十亿的 如今 能见到保命的法器 恨不得用全部身家买下来 很快 这价格就叫到了 两亿月币 古老板笑得眼睛 都被肥肉给挤眉了 等等 陪涛焦急地出声 他既眼缠法器 又实在是囊中羞涩呀 独献 你上次不是要买我祖传的那幅画吗 我卖给你 哦 多少钱 八个亿 独献捶着眼睛音笑道 你大涛哥是想钱想疯了吧 一兄会的邮轮出了事 我投进去那么多钱血本无归 哪来的八个亿给你啊 陪涛沉着点 知道独献说的是真的 一百三十八级 黑天鹅号在月岛不是秘密 一兄会的元老十之八九都投了钱 还没有一年分红期呢 就被大陆的海景给搅了 那你说 多少 那幅画是我祖上的祖上传下的 要不是为了这个法器 我是绝对不会卖的 那就这样 我帮你买这个法器 裴涛的眼睛一亮 独献阴丝丝的笑道 不管这法器多少钱 我帮你买下来 你用那幅画交换 如何呀 可 涛哥 门口的经理突然间大叫 裴涛怒涩望向他 经理下的一抖 想到耳机中传来的话 还是犹豫地说道 涛哥 楼下有个女人说 这法器买了 你会后悔一辈子 满是人的脸色都是一变呢 裴涛住着没问到 什么女人 就 就是和阿龙一起来的 带她上来 啊 是啊 经理下去了 古老板阴沉着脸问 大涛哥 你不会真的相信吧 裴涛没有说话 事关他祖传的那幅画 宁可信其有 古老板冷笑说道 好啊 几位老板都请了风水师长眼 其中还有你请来的孟先生 康先生的高徒你不信 信这个不知哪来的女人 孟天宁的脸色也不好看 冷冷地哼的一声 他倒要看看 什么样的人敢说出这样的话 就听咕噜咕噜 轮子滚过地板的声音 而后一个轮椅被推进来 轮椅上 十六岁的少女舒适地倚着 身穿一身灰不溜秋的旧衣裳 眉目如画 脸色苍白 但是在场的大佬都知道 这个少女不是吓得苍白 他一双性眼中淡淡的目光 悠然从容地和后面微微缩缩的龙哥等人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裴涛不确定地问道 你是 这样一个少女如果见过 他不可能忘记的 你不认识我 木下懒洋洋地打的一个哈欠 在外面等了几分钟了 被太阳晒得他有些困了 他开门见山 这个法器是真的 玉佩迪被刻印尽十二道符咒 一旦受到攻击 符咒就会自动护主 挡下主人的死结 逢凶化吉 有点门道 孟天宁惊讶地看着木下 脸色好看了一些 其他人见少女说得头头是道 也是暗自心惊啊 难道这个少女还是一个风水师不成 既然是真的 你还来搅什么局 刚刚孟先生已经鉴定过了 古老板哼了一声 暗自松了一口气 却听木下突然一笑 不过 不过什么 裴涛急切地问着 不过这法器里的十二道符咒 只能用十二次而已 如今 十一次已经用尽 只剩下一道符咒支撑 一道符咒 一次护主 之后玉佩 便会粉碎 什么 你有什么证据 只能就一次 那根本不值那么多钱 富商们纷纷惊道 如果真是这样 那他们可就差点被骗了呀 古老板脸色大变 色力内人的怒道 胡说八道 你有什么证据 别听这小丫头信口胡招 如果真是这样 为什么几位风水师和孟先生都没看出来 难道你们相信 他会比孟先生还厉害 这 众人又不确定了 他一个小丫头 就算是风水师也是极极无名 怎么也不可能强过孟先生 大家都看向孟天宁 孟天宁则是看着木下 巨傲的摇摇头 您应该事成不错 天赋已上架 能看出玉佩里有十二道符咒 比在场的其他风水师倒是高明不少 不过 玉佩使用过多少次 就算我师父在场 也不一定能一眼看紧 你想用哗众取宠的方式出名 最后 不过是自取其辱罢了 孟天宁不屑地说完 众人再看向木下的目光 便不善了 原来 这个小丫头 只是在胡言乱语 想哗众取宠啊 人人看向少女的目光 皆都是不善的 轮椅上的木下 却是扑斥一声笑了 你师父没有教过你 什么叫做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吗 孟天宁皱眉 你什么意思 意思是说 你师父水平不够 你 孟天宁拍案而起 你敢侮辱我师父 如果事实也叫做侮辱的话 那你就当我是侮辱吧 木下摇摇头 懒得和他做口舌之争 他直视着孟天宁 是不是只剩了一次 你敢试试吗 孟天宁黑着点 他哪里敢试啊 如果真的正好是法器 只能用一次 难道他用命去赌吗 木下痴笑一声 又看向了古老板 既然是你的东西 想必你是敢试的 就让大涛哥打你两枪 第二枪你不死 我命赔给你 如何 凭什么呀 古老板结结巴巴 一下子白了脸色 他这副心虚的样子 落到其他人眼中 立刻胡逸地皱起眉 裴涛严陈地问道 古老板 难道这法器真的有问题 没有 既然没有 你为什么要卖 因为他和这位易兴会的 毒蝎先生做局 想骗你的话呗 木下轻笑着戳破 毒蝎和古老板 也密地交流过几次视线 在场的人当局者迷 但是他用神识 在下面看时 却是清清楚楚的 裴涛咬牙切齿 毒蝎 真是这样 不是不是 是因为金融危机 我急需周转补仓 这才要卖掉这个法器 古老板满头大汗 终于想出了理由 但是哪里还有人信他 裴涛二话不说 就把玉佩放到他身上一拍 碰碰两枪 打向古老板的膝盖 第一枪 玉佩上释放出一道公墓 将古老板包裹在其中 可是第二枪 这听啪的一声 玉佩碎成了粉末 古老板淒厉的一声惨叫 腿上一个血洞 摔在了地上 木下意外地看了一眼裴涛 这个人倒是挺果决的 难怪年纪轻轻 就能做到和圣堂的元老了 好啊 好啊 毒蝎 你怎么说 裴涛一枪顶在毒蝎的额头上 毒蝎阴毒地盯着木下 牙子据点 他辛辛苦苦布下的局 就这么被这个来历不明的小丫头 给揭穿了 大陶哥 我和你都是元老 和圣堂和义兄会这些年 合作也不少 你如果杀了我 不怕影响了两帮之间的关系 这个理由 不够 只听咔嚓一声 裴涛的手枪上膛 继续抵着毒蝎的额头 毒蝎咽下了一口口水 这样 我出两亿 买我的命 五个亿 少一分也不行 你 裴涛的手指一弯 给 我给 写欠条 用你易兴会元老的名义 明天之前不把钱打到我的户头 我就上你们易兴会去讨 让易兴会颜面扫地 裴涛用枪顶着他的额头 等毒蝎死死咬着牙 写完了欠条 才把枪收起来 滚 毒蝎阴策策地盯了木下一眼 这才走了出去 并不知道 他的身上 无影无形地带走了木下 一丝神识印记 这位 这位大师 毒蝎报复新墙 若您没有其他打算的话 可以先在腾农会所住下来 我裴涛承诺 必定护住大师的安全 裴涛感激地对木下说道 这个少女不但帮了她的大忙 还证明了 她是连孟天宁都比不上的风水师 139集 裴涛感激地对木下说道 这个少女不但帮了她的大忙 还证明了 她是连孟天宁都比不上的风水师 这如果能招揽到她 可以 木下笑拎了裴涛一眼 没在意她的那些小心思 她的确是需要地方跺脚的 也的确在修为恢复之前 需要有人给她解决一些小麻烦 那太好了 我马上让人准备好 裴涛立刻说道 只觉得在少女一眼之下 自己的一切都无所遁形了 她的表情更加地敬畏 吩咐起经理来 一旁的孟天宁脸色难看 报上你的名字 木下看也不看她 朝经理吩咐 走吧 经理推着她向外走 到了门口 木下回头问道 小澳岛的澎屋区 有一家姓曾的 欠了你多少钱 裴涛一愣 她哪知道这个呀 龙哥连忙说道 欠了三百万 大陶哥 是那个毒鬼脏 欠了钱不好路的 厉鬼厉异将 闭嘴 裴涛立刻喝道 放心吧大师 区区三百万 就是三千万 也比不上大师 帮我的一个领头 木下便懒洋洋地 靠回了轮椅上 这破伤 哎 一个小时之后 曾小妹便 战战兢兢地 迎来了龙哥五个人 曾小妹 探着头往外瞧 没看到木下 担心地问道 龙 龙哥 他 大师说 他养好了病后 会再来一趟 大 大师 这你就别问了 反正你毒鬼老爹的债免了 这是十万块 先带你奶奶去看病 家里需要添些什么 就去买 十 十万 曾小妹瞪大了眼睛 手颤抖着 根本就不敢接龙哥 递过来的卡呀 身后的硬板床上 老太太也被惊得一阵咳嗽 但是老太太比曾小妹 多听了一句 又惊又喜的乌叶说道 我们的债 免了 三百万 全免了 免了免了 把钱拿着吧 这附近治安不好 要是有什么事 就报我龙哥的名字 曾小妹颤颤巍巍地接过卡 眼泪刷了一下就流下来 奶奶 奶奶 我们真的救了贵人了 她扑进老太太的怀中 祖孙两个一起 呜呜地哭着 哭了好一阵子 一回头 龙哥五个人居然还站在那 曾小妹害怕地看着他们 又听龙哥哭散着脸说 大师叔 让你随便打 以前我怎么打你 你就怎么打我 打到你出够了气为止 就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 彭户区里这一间小屋子 突然传出噼噼啪啪的鸡打声 夹杂着龙哥嗷嗷呼痛的惨叫声 这岳岛 包括小澳岛 沙澳 南鸭等众名里岛之外 另外一共262座里岛 分散四周 此刻 其中的一座里岛前 正停着一艘搜救船 岛上不断地有人回到船上 秦宇朵牵着小鸭鸭的手 黑眸中 只一片死寂 身后的陶西担忧地说道 长官 岳岛的医院没有记录 我们也找了一百多个岛了 那位小姐她 她是真的不想去戳破真相 但是这么无休止地找下去 真的只是在白费功夫呀 尤其是 长官的气息 一天比一天更加恐怖 她的嗓子是哑的 她的眼底是空的 只有在看见名叫鸭鸭的小女孩时 才微微露出一点柔色 秦宇朵不言不语 身边的小鸭鸭抬起头 大眼睛执着地看着陶西 我爹姐姐会回来的 陶西苦笑 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呀 突然 秦宇朵的身子一颤 她缓缓地低头 手指颤抖着 摸出了一只手机 手机 在震动 秦宇朵死死地盯着屏幕上显示的陌生号码 那种尽相情窃的情绪 像她脑子里煞时间变得空白 直到震动了好一阵子 秦宇朵轻轻地按下了接听键 那般轻的动作带着极尽珍惜的小心翼翼 夏夏 她哑声说道 闭上眼睛 曾让沐下惊呼过睫毛巾的长截 不住地颤抖 听筒那一头 传出少女轻轻的声音 你 嗓子怎么了 你在哪儿 秦宇朵的声音放得极清 像是怕吓到她 电话那头 这一会儿就没了声音 木下听得眼圈一红 连忙爆出唐龙会所的地址 你不要急 我没事 我很好 我被人救了 一点伤都没有 秦宇朵一边应着 一边抱起眨发着眼睛的小鸭鸭 快步奔向了船 怎么可能不急呀 那么大的爆炸 小丫头一定是受伤了 不然 不可能过了一周才联系她 她连生眼 都是有气无力的 伤势只怕很重了 但是秦宇朵口中说道 好 我不急 你休息一会儿 需要什么 和我说 木下听出她的意思 应该是怕她需要老药炼丹 她没敢说自己现在 连炼丹都不行 而且从大陆掉药过来 那实在是太麻烦了 不用了 一会儿有好心人 来给我送 康先生那里 好东西应该是不少的 秦宇朵声音里带着笑 好 睡一觉 醒来我就到了 木下强撑着精神 不想挂电话 我和你说这话吧 乖 秦宇朵柔 秦宇朵柔声哄着 木下便吸了吸鼻子 恩了一声 秦宇朵又道 别哭 没哭 是遇到太热了 才流鼻涕呢 东东呢 那傻鸟 没下哭吧 秦宇朵看了一眼 冲到她身前 眼巴巴盯着她的 寒冬冬 眼中褪去了少年的稚嫩 多了几分成熟 有吸气 也有和她一样的 近乡情窃 这只小鸟 长大了 一会儿 我们一起过去 木下便不舍得挂断电话 窗开出去 秦宇朵望着 想傲到的方向 感觉自己的心 一点点地被填满了 大手轻轻地揉了揉 小鸭鸭的头 蝴蝶姐姐回来了 康 康先生 人还在吗 腾龙会所前 康先生副手而立 一身中山庄 周身缥缈 却让人不自觉地 打仗的气质 裴涛公敬地弯下腰 心里急得是七上八下呀 康先生 那位大师 并没有伤到孟先生一分 果然孟天宁是 康先生最宠爱的弟子 这么一点小事 康先生竟然亲自来找场子了 他既不如人 便是被伤了 也是应该 但 如我师尊 不可人 裴涛猛地抬头 如他师尊 他看向站在康先生身后的孟天宁 哪里还有不明白的 根本就是孟天宁恼羞成怒 故意歪曲的事实 康先生 这是绝对没有的事啊 那位大师绝对没 退一下吧 康先生一扶秀 内津外放 裴涛被推出了数米 再一腐朽 横龙会所的大门打开 他迈步而入 身后孟天宁紧随 露出巨傲的笑容 一百四十集 天赋高 又如何呢 在月岛 谁不敢给他孟天宁面子 再高的天赋 再绝世的天才 如果死了 那就什么都没了 康某前来 阁下 何不出来一见 康先生的声音 在整座会所中回荡着 楼上的木下 打了一个哈欠 撑着床 一点点地坐起来 哼 终于来了吗 他用对讲机叫来经理 让对方推着他下楼 康先生的声音还在响着 阁下 如我师门 如我师尊 难道连面见康某的胆破 都没有吗 只听楼上传来一声轻笑 哼 你选徒弟的眼光 真是不行啊 这个声音有点耳熟啊 康先生皱起眉 觉得自己一定是想多了 他曾经细细询问过孟天宁 说是一个坐着轮椅的少女 脸色苍白 面有病容 不可能是那位少女宗师啊 康某不欺你 只以风水之力 与你斗法 若你输了 入我门墙 亲自向祖师爷赔罪 孟天宁脸色一白 师父这事 起了爱才之心 想受这个少女为徒了 康先生负着手 并不看他 双眸盯着二楼的走廊 轮椅的声音 越来越近了 直到一个少女 出现在他的视野 少女靠在轮椅上 拖着腮 从楼上俯视 笑眯眯的样子 你确定 要收我为徒吗 康先生的眼睛猛得正大 然后二话不说 转身就走 康先生的动作 叫孟天宁完全愣住了 一旁心交如焚的裴涛等人 也全都愣住了 这 这什么意思呀 啊 大师只是坐在轮椅上 问了他一句话 康先生便被 吓跑了 再跑 剁了你的腿哦 木下有趣地看着 如闪电一般 奔向门口的康先生 然后孟天宁和裴涛就看见 在少女宛如儿戏的威胁中 堂堂风水界太陡 武道宗师 康先生就像是踩中了刹车 声声地僵在了大门前 康先生僵硬地转身 就听木下嘖嘖有声 你逃跑的本事 真不错呀 当日神丹鼓 只有这位康先生和李家宗师 跑掉了 康先生被讽得嘴角一抽 也看出木下是不会杀他了 不然 以他的本事 弹指取他的性命 何必和他浪费时间呢 康先生抱拳行了一笛 大人 两次冲撞 康某赔罪 我要两个赔礼 大人请说 第一 将你手上所有能疗伤的东西 都送来 第二 百亭云的消息 康先生突然抬头 大人受伤了 木下眯着眼睛看他 慢悠悠地说道 不瞒你说 你现在如果出手 我怕是要命丧当场呢 康先生正正地看了他一会儿 哭笑着摇摇头 康某不敢 是真的不敢哪 哪怕这个少女是真的受伤了 她也不敢冒险 她这样的人 怎会将自己软肋暴露呢 又怎会没有底牌呢 康某立刻让人准备 说着 冷眼看向了孟天宁 按大人说的去办 而后自去领伐 是 师父 孟天宁的脸惨白如指 这个少女 到底是什么人呢 更不用说 心中掀起了狂风巨浪的裴涛了 如泰山一样 被他们仰望的康先生 在这个少女面前 口称大人 低头折截 如仰望泰山 哎呀 陪涛像做梦一样 将两人恭敬地送到茶室 又亲自送上了茶 带到出门 她脸色变幻 一咬牙 大步冲向顶层的阁楼上 阁楼的墙上 一张油画被取下 里面是一个暗格 暗格再打开 保险箱输入密码 一转流传了 不知多少岁月的目睹 静静地躺在里面 再说茶室里 目下悠悠然地喝着茶 面对康先生 完全不设防的样子 说说看吧 一星会出什么事了 可是他越是如此 康先生就更确定 他只是炸他 大人指的是什么事件 从一年前开始说 一年前 正是去年四月 在瑞昌祥的时候 百亭云带着白母 回了月岛 也是差不多 那艘黑天鹅号 出现的时间 目下虽然和百亭云 相交不多 但是对那个温润的男子 还是挺有好感的 从当日海外一星会的 雷歌话中的意思 那百亭云 在月岛坛口中 身份应该是极高的 以百亭云的秉性 是不该让那艘 丧心病狂的游轮 作恶才是 除非他出事了 大人应当是想问 百家的那起意外吧 果不其然呢 康先生想了想说道 一年前 百家母子回月岛 回城的途中 发生了一场爆炸 百夫人当场炸死 百亭云当时不知为何 下了车 侥幸逃过一劫 但也重伤昏迷 醒来后 人便疯了 疯了 目下一政 完全无法想象 那样温润如玉的男人 疯了会是什么样子 我既然是问你 而不是问裴涛 就是要知道详细的内幕 康先生不意外 他能猜得到 大人和百亭云相识 应当知道 他不是内进舞者 目下点头 百亭云虽然对舞道界 如数家珍 但是的确是 不曾习过舞的 他是一父子 也是一星会 上上任作馆的 唯一子嗣 百亿天在一星会的元老中 威望极高 后来修炼时 出了岔子 他暴毙而亡 直到现在 还有很多元老 始终认为不是意外 一直在追查 百亿天死亡的真相 可想而知 一年前改选作馆 百亭云的呼声有多高 一星会的作馆 除非出现重大事故 否则是十年一换 上一次百亭云的 年纪太小 没有人提起 这一次 他正当年 几乎有半数元老 推他上位 所以 是一星会的内部斗争 应当是 不管百亭云疯了还是死了 总归是失去了上位的可能 目下轻叹 以他对百亭云的感觉 那人怕是根本就没有想上位的野心呢 否则也不会完全不休息内劲了 那这后面的也就不用再听了 谁是得地者 谁就是凶手 他现在在哪儿 把地址留给我 这个 我需要查一查 回头告诉大人 可以 你自便吧 说着 墓下转动的轮椅 嘎啦嘎啦地跑出了茶室 从语气听起来 是毫不掩饰的急切 同时会所的外面 响起了轰鸣的眼情声 康先生探头到窗口 下面 一辆黑色的车子 打了一个飘移 稳稳地停路 驾驶座上走出 黑衣黑裤的高大男人 他急如风的步子 却突然间 僵住了 深邃的眸 一眨不眨地望着会所里面 嘎啦嘎啦 出来的轮椅 眼底 是压抑的自责 和疼痛 目下心中一酸 红着眼圈 笑眯眯的 我现在 是有做起的小仙女了 嗯 很拉风 秦语朵听见自己的声音 上前蹲下 把她的小仙女 紧紧地 拥进了怀里 一百四十一集 目下感觉到脖子上 有一点微微的湿热 她把下巴抵在秦语朵肩头 使劲地蹭了蹭 小声地说道 我刚才 抢劫了康先生 等他把流伤的东西送来 我就好了呢 秦语朵没有说话 大手在她脑后揉了揉 这久违背宠爱的感觉 目下笑弯了眼睛 让我看看你啊 好 说完 过了好一阵 她才松开她 蹲在她的身前 男人的俊脸一如既往的帅 剑眉 黑眸 鼻梁高挺 下巴上多了往日没有见过的胡茬 眼下是疲惫的轻影 目下顿时心疼得不行不行的 你好久没有休息了 这个人呢 她昏迷的这一周 她一定找她找疯了 没多久 秦语朵心说 小丫头知道会自责的 你就骗我吧 目下皱皱鼻子 拉住她的手 放在轮椅上 快 推着我拉风的坐骑 我们现在 上去休息 秦语朵起身 目光再次落到她的轮椅上 眼底的疼痛 震了震 目下摟住她近视的腰 撒着胶软软地说道 哎 真的没事的 很快就好了呢 一转眼 就看见目眼处 红了眼睛的寒冬冬 她伸出手招了一招 耍鸟 你姐姐又不是死了 憨冬冬立刻跑过来 也像刚才的秦语朵一样 蹲在她的身前 闷声说道 姐 别说这种话 好 目下笑着揉了揉 她一脑袋的黄毛 这傻小子 像是一夜之间长大了 哥哥 蝴蝶姐姐呢 小丫丫跑到秦语朵身前 拉拉她的裤脚 一脸的茫然 不是说蝴蝶姐姐回来了吗 秦语朵温和地看着她说 这不就是吗 小丫丫看下目下 眼中的茫然变更多了 你是蝴蝶姐姐吗 你怎么没有蝴蝶呢 是蝴蝶姐姐的翅膀 带她飞出了那个大笼子 目下一笑 记得这个小女孩的 是邮轮上被外国富商 理查德欺负的那一个 她将上半边脸捂住 只露出秀挺的鼻子和嘴巴 小丫丫眼睛一亮 蝴蝶姐姐 她扑上来抱住目下的腿 突然想到了什么 大眼睛呼闪呼闪 叭哒叭哒 吊着眼泪 蝴蝶姐姐 站不起来了吗 姐姐有翅膀 可以飞啊 是的哦 小丫丫歪头想的想 一点嘴 破涕为笑 目下弯腰抱她 抱了几下 没有抱起来 小丫丫很聪明 主动爬上她的腿 一点地靠在她的怀中 目下便笑眯眯地一挥手 走 楼上的康先生站在窗边 现在是真的相信 目下重伤了 她之前如果出手 还真的有可能 把少女宗室的命留下 晚喽 晚喽 康先生苦笑着说道 只能说 她早已经被吓破了胆了 连一睡的勇气都没有 来到了三楼 陪套为她准备的房间底 小丫丫是怎么回事啊 目下让韩东东把丫丫抱走 自己则被秦语朵抱到了床上 都记得房屋 应当是拐卖 电视和报纸上 登了消息吗 没有人认了 秦语朵说着 给她盖好了一层薄薄的被子 月岛的温度很高 但是想澳岛这边 夜晚还是有些凉的 然后她也躺上来 将被卷成一个残勇的木下 整个搂进了怀中 而这一刻 才有一种真实感 她的小丫头 真的回来了 木下幸福地 全在秦语朵的怀中 脑袋枕着她的胸口 听着久违的心跳声 可能小丫丫的父母 在偏远的地区 再等等吧 如果最后还是找不到她的家人 可以先叫爸妈领养她 我也多一个妹妹呢 男人没有回答 木下抬头看 只见秦语朵呼吸悠长 已经睡着了 她伸手抚着她的眉眼 一寸寸抚过秦语朵 带着浓浓疲惫的点 凉酒 在她心长了胡茶的下巴上 啄了一口 嗯 有点刺 很新鲜 秦语朵在梦中 将她搂得更紧 条件反射的低头 一个吻 印在她的额头 木下弯弯眼睛 渐渐地 也睡了过去 第二天醒过来 秦语朵已经先踏一步起了 洗过澡 也刮了胡子 又变回那个 帅下人眼的秦语 哇 我的沧桑大树不见了呢 木下别着嘴巴 摸摸她的架巴 一点也不扎手了 你喜欢 秦语朵见眉微挑 喜欢呀 我的秦语朵什么样子 我都喜欢 秦语朵便认真地思考起 絮胡须的可能性了 木下见她 郑重其事的样子 不知一笑 她的秦爷呀 怎么这么可爱呢 门口响起的敲门声 裴涛站在外面说道 大师 康先生的弟子 送来了一些东西 木下精神一震 恢复的东西来了 门没锁 裴涛便将一个木箱送进来 木下打开看看 里面一个个的玉盒子 应该都放着一些老药 另外有两个瓷瓶 想来是丹药了 她满意地点点头 突然间一扭头 发现裴涛还站在门口没走 她怀中抱着一卷目睹 表情有些忐忑 欲言又止 木下挑眉 有些奇怪 这位大涛哥 给她的印象 是很果决的 有话不妨直说 是 大师 裴涛一咬牙 将木毒送起来 大师 这是我祖上传下来的话 已经数不清多少代了 我不知道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 但独蝎不知从哪里得知了这幅画 已经几次三番提出相买 那之后 也有不少人连续过我 希望购买这幅画 我查到都是出自独蝎的手笔 哦 木下惊讶地看向木毒 昨天独蝎特意设局为了这画 他还以为是什么古董名画呢 没想到竟是画在了木毒上 那这至少是汉代之前的东西了 你的意思是 木下摸着下巴 已经猜到了裴涛的用意 裴涛躬身将木毒送上 这幅画留在我手里 只是报天天物 送给大师 希望能和大师结一份善缘 自从知道了这个少女 是能让康先生低头的人 裴涛就做出了这个决定 别看他现在住在腾龙会所 等他走的时候 随手赏他一点东西 这份交情便彻底结了 但是这幅画如果入了他的眼呢 裴涛忐忑地看着木下 见他将木毒打开 生怕这东西只是他自己以为的宝贝啊 哎 木下眨巴着眼睛 他居然看不出这画中有什么奥妙 木毒上一片片打的孔 一草绳连着 古怪的是至少两千年前的东西 甚至更加旧远 却不见这木毒泛黄 草生依旧坚振 上面以墨汁绘了一幅山河图 除此之外便什么都没了 但是木下每一眼看去 这山河图都宛如变幻出无穷的奥妙 一时似乎只是香间山丘 溪水潺潺 一时又宛如百万大山 连绵不绝 江河壮阔 一时又似乎这一幅小小的画卷 描绘了整个水澜星上 无数万里河山 木下只觉得眼睛一痛 整个身体里血液翻涌 142集 木下只觉得眼睛一痛 整个身体里血液翻涌 他立刻和上目睹 大师 您可看出什么来了 裴涛有些激动地问道 大师的反应太奇怪了 木下惊讶 你看不出有什么不同吗 裴涛摇摇头 从我出生开始 就时常好奇这幅画 看了三十多年 也没看出有什么奇特的地方 木下又转头 看向宁木思索的秦宇朵 秦宇朵朝他点点头 很神奇 果然不是他眼花呀 木下的心情雀跃 这东西只怕比他想象的更为古老 至少来自上古时代 你想要什么 可能我全副身家和你换 也买不来你这幅画 木下笑眯眯地对裴涛说 并不隐瞒 裴涛一愣 呼吸变得急促 但是很快 他就平复下来 义公身说道 多谢大师 我想要保命的法器 你确定 我刚才说了 这东西有多贵重 确定 再贵重的东西 放在我的手里 也只是对牛弹琴 甚至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 木下欣赏地看他一眼 法器的话 要费些功夫 这样 你去寻几块好玉 年份没有限制 品质一定要高 否则承托不住 福州的硬客 这个钱算我的 你只管去寻就是 裴涛连忙说不用 他刚才收了毒蝎 打来的五个亿 现在呢很有钱呢 木下便摇头笑了 可以 那你先去找吧 找到了送来给我 这段时间 我先给你几张护身符 足够你用了 等我恢复了 再给你一些丹药 裴涛是喜不自禁 连连道谢 他出了门 越发地庆幸自己的好运气 碰见了木下 不隐瞒 不强夺 不吝啬 光明磊落 等裴涛走了 木下便服用了 康先生送来的丹药疗伤 只是 这丹药的品质太差 对他的效果并不算大 好在稍微恢复了一点之后 他就能亲自开炉炼丹了 浴盒里的老药 正好够炼一炉 小培元丹 承担是二枚 皆是特等 木下一口气浮了六枚 感觉到身体里的精脉被滋养 灵气一点点地滋生出来 丹田里那座布满裂纹的倒台 也在缓缓地愈合了 啊 愈合的速度有点慢呢 不过再服用下去 也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毕竟只是老药炼制的低配版 木下沉沿着 收起了剩下的六枚小培元丹 他的修为恢复了五成左右 那剩下的就等身体自愈 时间会修复的 之后的几天 木下给裴桃制作了几张 三级的护身符录 便将精力放到了山河图上 这张图很是不凡啊 就连他 每次参悟的时间 都至多三分钟 三分钟之后 他便感觉眼睛刺痛 血液沸腾 需要混合好一阵子 才能开始下一次 这是因为他修为太低 不足以承受山河图的威能 后来 木下神奇地发现 秦宇朵 居然完全不受山河图的影响 便兴致勃勃地 拉着他一起参悟 只是 每次他眼睛一通 扭头期待地看向秦宇朵时 就发现 这家伙 居然连看都懒得看得山河图 反而是黑眸 盯在他的脸上 你都要气死我了 我脸上长花了吗 秦宇朵一本正经地摇头 没有 那你盯住我看 好看 木下无语啊 被男朋友的甜言蜜语 暴击一万点 怎么破呀 在线等 可等啊等 三天之后 木下等来了康先生 大人 大人 查到了 这是您要的 百亭云的下落 他这一年 一直被关在青山医院里 木下的脸色一冷 青山医院 是月岛的精神病医院 月岛 青山医院 灰扑扑的院墙前 白色的铁门上了大锁 保安站在里面 严厉地盯着外面的人 你们找谁 没到探视的日子 不能随便见 探视日是哪一天 每个月一号 走吧走吧 到了日子再来 木下听着 心里更觉得冷了 一个月 只有一天能探视 以百亭云的家事 明明可以得到更好的照顾 请私人医生在家中医治 甚至月岛就设有 立康医院的本院 百亭云是其中的大股东 但现在 他却像个犯人 被关在重重的围墙之间 开门 木下的眼睛盯着保安 保安刚要发火 突然呆滞地取出钥匙 铁门打开 木下和秦宇朵一路走进去 医院里面 很安静 可并不是没有声音 有人坐在长椅上 自言自语 有人在花园底 大喊大叫 跑来跑去 有人哭 有人笑 有人拍手 有人唱歌 很多人 很多声音 繁杂在一起 唯独 没有正常的声音 木下一路走过来 只觉得一种极为不舒服 和压抑的感觉 秦宇朵拍拍她的肩头 我只是觉得 白先生那样的人 不该在这个地方 木下叹了一口气 拉了拉秦宇朵的手 秦宇朵危症 小丫头以为她吃醋了 她眼中带上了笑意 何止是她觉得气氛呢 她和百亭云 也算是有点交情 对方被如此的折辱 就连她都隐隐胜怒了 而此刻 楼上的一间病房 按住她 给她往上 快 针叠剂 一群医生护士 死死地摁着床上 发狂的百亭云 她眼中布满了血丝 发出如同野兽的咆哮 有医生冲过来 绑住她的手脚 百亭云挣扎 那医生被踢 针叠剂呢 怎么还没来 来了来了 一个护士跑进病房 一针正要扎向百亭云 突然一道身影闪过 护士的动作僵住 动弹不得 其他医生护士们 全都定住了 百亭云没了稚骨 狂躁地冲下病床 但是她一眼看见病床前 站着的少女 突然间就停下了 她喘息着 身体颤抖 但是她歪着头 盯着少女 一眨不眨 她私生问道 我 我是不是 见过你啊 是 木下朝她一笑 百亭云便也笑了 和从前那般的风光济月 很开心的一个笑容 她伸手朝地上一指 木下低头去看 她的脚下 医生护士们脚下 一个个用粉笔画出的 素描人像 全都是她 是因为她的出现 曾经给了她母亲 活下去的希望吧 白先生 噓 白亭云一指抵唇 我要回家了 她们醒过来了 就不让我回家了 我和你一起回家 可好 白亭云看她两久 点了点头 突然间伸手朝走进来的 秦宇朵一指 这不行 于是木下这辈子 开天辟地的第一次 看见了秦宇 翻白眼的样子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